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我老公出轨跳楼 警察认为我是杀人凶手 他不知道,案发时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凶手的计算之中 事发在三天前 我购物回家,打算开门,听到屋内传来老公的大喊 别开门 我停下动作,忍不住微笑 我老公开养老院 平常这个点不会在家 但今天是我生日 想来,他肯定在给我准备惊喜 还挺浪漫 我正想着,屋内忽然传出女人的声音 一时间,我脑子空白 误以为是幻听 但屋内的声音愈发激烈 出轨,亡端 我靠 我火冒三丈 骂了一嘴,就打算开门捉奸 别开门,我会死 报警 报警 出轨算了,还拿死威胁我 我看你是爽死吧 怕我撕烂狐狸精的脸是吗 我气笑了 拧开门把手 推门冲进房间 与此同时,一道人影突然从阳台掉下去 几乎瞬间,我都没能看清 只隐约感觉那是王端 后来,我冲下楼 看到的就是王端的尸体 这份笔录和你之前的完全一致 事实如此,我皱眉道 警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不满道 回忆下还有什么细节 细节 屋里没女人 我下楼没关门 这些算是细节吗 不算 我陷入沉默 苦思冥想一阵子 实在没想到遗漏的地方 没有女人 你之前的笔录提过 警察按动手指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但,你又确切听到女人的声音 鉴于你的精神状态很正常 所以,我怀疑这部分是你撒谎 我刚打算争辩 警察将手下压 示意我不准说话 紧接,他喝了口水 紧盯着我 你早就发现王端出轨 想报复 事发当天下午 你将王端吊在阳台 钢铁置物架作为支撑 用铁丝吊住尸体 我不由皱眉 铁丝系在门把手上 当你从外开门 把手扭动 铁丝自动脱落 王端从阳台掉下去 你柯南看多了吧 我瞪住洋洋得意的警察 忍不住加重语气 首先我不知道王端何时出轨 其次,我在外面 根本不可能做到你说的那种事 当然有可能做到 警察站起身 来到我旁边 你家阳台和隔壁阳台连接 我刚说的手法 算不上密室 你有可能做完后 从隔壁阳台离开 我冷冷地盯着他 其实他的推理 除了凶手错误 其他逻辑完全符合王端的死 而这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他着急结案栽赃给我 我很难反驳 所以你极大可能是凶手 警察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突然话锋一转 但我不信 啊 我一时间愣住了 完全猜不透他的意思 八年前 有一起相同的案子 死的人是我爸 警察点了根烟 猛作一口 眼中闪过绿色 我之所以说这些话 是想提醒你 没新线索出现 调查下去你就会是凶手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 如果你想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联系我 警察将写了手机号码的纸 放到我面前 离开前 他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叫陈振威 推开房门 屋内一片狼藉 我正正坐在沙发 脑海反复闪现陈振威的告诫 仔细想想 有没有遗漏细节 为了不被当成凶手 我从认识王端 开始一点点回忆 我俩在敬老活动里认识 当时学校组织去敬老院当义工 大多数学生都嫌弃老人赃 只有王端 愿意细心给老人们洗脚 我觉得他很特别 后来我们又有其他相处 他性格温柔 对我百般呵护 年轻时就算我发火 他也从没说过重话 也没离开我 也正因此 我们才能携手十年 可现在他死了 甚至就连 他是否出轨一事 我都没办法确认 思绪至此 我抹掉泪水 找了罐啤酒走进书房 书房是王端的个人空间 他大学毕业后 接手家里的养老院 每天都有很多杂事 为了不影响我 他的工作都在书房进行 书桌上还有王端留存的痕迹 我忍着难受 打开电脑 桌面突然弹出一个硬盘拔出的提示 我不由一愣 王端电脑向来用完就关机 而且他因大学闭设时 把作品存在硬盘内 不小心丢了 导致岩壁 此后就绝不使用移动硬盘 想到这 我身上冒出一层冷汗 我家进过人 我抓住酒瓶起身 在家里寻找 各处都没有藏人痕迹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贴见大门背后的墙体 有一抹暗红 这是什么 我忍不住自言自语 凑了过去 暗红约莫指甲盖大小 已经凝固 分不清颜料还是血迹 但无论哪种 都不应出现在我家 我和王端都有严重洁癖 对白近乎偏执 屋内硬装软装都是统一的白色 隔断房间的墙壁也采用透明砖 就是为了不让房间内出现任何杂色 我们每周固定进行大清洁 墙壁也从未放过 所以我绝不会记错 在上周 王端死之前 这里绝没有暗红 稍作犹豫 我拨通陈振威的号码 听过我发现的异常后 陈振威冷冷答道 一小时后道 估计你还没吃 楼下正好有摊子 陈振威递给我份炒饭 便蹲在墙边 取出一个小铲子式的工具 将带有暗红色的墙皮铲下 放进密封袋 你也不吃 陈振威贴了眼我放在桌上的炒饭 我摇头 这时候 哪还有心情吃得下东西 还有一处疑点 就是电脑 我将陈振威带进书房 他坐在电脑前 飞快敲动键盘 屏幕跃出密集的代码 他的神情也随之凝重 我对电脑最精通的 就是打植物大战僵尸 此刻 看着天书般的屏幕 又急又无奈 这些代码都啥意思 我问 移动硬盘插入和弹出的记录 都是三天前 陈振威一边用手机拍摄电脑屏幕 一边说 王端坠楼是19.03分 硬盘弹出是19.05分 怎么可能就隔两分钟 陈振威眼神古怪地盯着我 是啊 如果凶手另有其人 你一定会碰面才对 我真没看到 我顿时如芒在背 陈振威抿着嘴没有说话 片刻后 他带我又回到客厅 沉声道 你找屋内的死角躲起来 下一刻 陈振威直接推开门 站在门口的边缘 你现在站的是死角吗 陈振威问 稍等 我大概弄懂陈振威的意思 他想确认我当初推门时 是否忽略了死角藏人的可能 我依据陈振威的方位 不断寻找能屏蔽他视线的方位 但无论我躲在哪儿 都会被他立刻发现 室内的门 隔断墙都是水晶砖和玻璃质地 整个房子的情况一览无余 不存在死角 陈振威眼神往上打亮天花板 时薪的吊顶 我提醒道 依照笔录 王端坠楼的两分钟内 你闯进屋内 待至后 发现王端坠楼 或速出门乘坐电梯 这期间 房间都在你的视野内 凶手想要在这个时间 从阳台进入你家 取走硬盘 也无法实现 我听着陈振威的分析 不禁头大 按照这些线索 如果你没认定另有凶手 我大概率就背黑锅了对吗 我问 陈振威笑了笑 不是概率 是一定 听了这话 我心顿时死了大半 这时 陈振威开口道 暂时一次 这次 我来躲藏 你从开门开始实验 我拿着钥匙出门 房间内传来陈振威的呼喊 开始吧 用力推门 我依照陈振威的话 使劲推开门 纯白透明的房间 一览无余暴露在我视线内 而陈振威的身影 竟然消失了 你在哪儿 我惊讶到 这时 门缓缓推开 陈振威从门后走出来 我顿时毛色顿开 对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彼时 我着急闯进屋内 视线看向阳台 和掉下去的王端 根本没有注意身后的门 原来红色是凶手留下的痕迹 我着急到 陈振威点了点头 看了眼墙上门挡栓 距离其实不够 但用手接住那里的门把手 然后拽住 你焦急之下 有可能遗漏掉这个位置 我思考了下 追问 凶手怎么确定 我会焦急开门 他难道能预判我的心理 不是预判 陈振威舔了舔嘴唇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是凶手引导你 做出他想要的行动 两天后 暗红污迹检测结果出来 是屏息颜料 我们推断 凶手从事美术相关行业 可能为女性 做好机关保证门从外开启 王端就会坠楼死亡 然后通过发出呻吟激怒我 引导我开门 杀死王端 而凶手躲在门后 当我离开后 他再离开 但我始终想不明白 想要制作杀死王端的机关 前提是制服王端 将它吊上置物架 女性真的能满足这些条件吗 凶手带走的硬盘内又有什么 还不等我想清楚这些 事情的发展 就朝超乎预料的方向奔去 凶手主动自首了 自首的人名为罗蒙蒙 是养老院的护工 工作前 她是美术专业的 我们搜过她家 现在也保留有绘画的习惯 陈振威说着 带我来到会见室 来了 罗蒙蒙见我推门进来 温和地招呼道 一时间 我有点分不清 她姿态放松地坐着 仿佛这里是她家 我是来临的客人 而她是女主人 毫无遮掩地展示手腕 泛冷光的手铐 在这里注意你的态度 陈振威挑眉瞪了眼罗蒙蒙 她略带歉意地勾唇 笑了笑 嫂子 我听王端提过你 罗蒙蒙朝我眯了眯眼 她总说 你不懂情调 在那方面死板得紧 我脑子轰得一下炸开 死小三 不等我冲上去 陈振威就敏捷地把我拽住 硬扯出了会见室 张秋 你太冲动了 陈振威眼里 闪过一丝失望 她明显想激怒你 你怎么轻易上当了 我受不了这些 陈振威叹了口气 看她的架势 你去沟通 也不会得到信息 我先给同步下她的供词 陈振威掏出个小本 边看边说 她称 两年前 王端追求她 在糖衣炮弹之下 她答应成为王端的情人 之所以爆发冲突 使王端一直许诺她会离婚 和她成家 罗蒙蒙等不及 逼王端 没谈拢 最后杀人 这明显不是冲动的事 我瞪住陈振威 何况 王端从来下班第一时间回家 知道我缺乏安全感 主动给我看手机 在家里就连饭都是她做的 纪念日向来陪我 这么密集地相处 她出轨两年 我不可能毫无发现 别这么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 罗小燕出面自首 是为了加速结案 陈振威耸奸 但关于是否出轨这件事 你最好再想想 你什么意思 没意思 陈振威取出两张纸 递给我 检验报告 罗蒙蒙身高160 体重46公斤 王端身高186 体重68公斤 我不解到 给我这个干什么 只要看罗蒙蒙一眼 就知道 她不可能完成作案手法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连你都能看出她 无法杀王端 我不由皱眉 陈振威掏出根烟咬住 满脸无奈 但我的报告递上去 却被驳回 有人想尽快结案 难道罗蒙蒙当替罪羊 是被指示 我话未说完 便被陈振威捂住嘴 她将我拖到走廊的角落 大姐 你注意下音量行吗 想害死我呀 我尴尬到 这件事牵连这么深 我也是猜测 陈振威皱眉 自始至终 罗蒙蒙口供 没提到硬盘 我估计罗蒙蒙自首 是为了隐瞒 那块硬盘的存在 我皱起眉 对此全无头绪 硬盘中 究竟藏着什么内容 才会让某些人忌惮如此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 陈振威突然开口 罗蒙蒙自首是表面 后续庭审 他可能会提翻案 这起案子 因为他自首 已被推到舆论面前 只要他翻案 所有调查会被重提 线索都暴露在舆论的监督下 流程必然加速 而警方收集到的证据 嫌疑最大的仍然是你 我被陈振威的话 吓得如芒在背 相比于上亿种可能 陷害我这件事 显然更符合 一个小三的形式逻辑 虽然我不太相信 他是王端的小三 还有多久 我问 一周后会庭审 我看向陈振威 陈生道 你陪我去养老院看看 我得确认 罗蒙蒙究竟是顶罪 还是作为小三想害我 才能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 我和陈振威刚到敬老院 就有人主动找上来 老板娘 我看向车外的男人 他丑得能让人一眼记住 于是没怎么思索 我就想起他叫屈振 好像是个话很少的保安 蒙蒙是被冤枉的 屈振的话石破天惊 我赶紧打开车门下去 据屈振所说 他一直喜欢罗蒙蒙 但因相貌 罗蒙蒙拒绝他多次 直到两周前 罗蒙蒙突然约屈振在酒店见面 主动现身 屈振以为罗蒙蒙爱上自己 谁知一夜过后 罗蒙蒙就翻脸不认人 态度比以前还要恶劣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背后的原因 紧接着罗蒙蒙就被抓了起来 全城都在谣传 他是杀人的小三 老板娘 蒙蒙是厨女 我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屈振眼角带泪 他不是小三 更不可能杀于老板 求你高抬贵手 放过他吧 我听得头晕 哪是我放过罗蒙蒙 分明是他能不能放过我 老板娘 我没啥文化 不知道怎么求您 但蒙蒙真的是好女孩 我给你当牛坐马都行 只求你放过他 他和于老板真的清清白白 屈振东地跪下 我一惊 赶紧掺起屈振 我相信你的话 只要你愿意作证 我肯定证明 蒙蒙是清白的 顿了顿 我问 那你知道 蒙蒙经常和谁来往吗 陈振威欣慰地 看了我一眼 想来 他听完 屈振的话后 和我有一样的共识 都认为 罗蒙蒙是为顶罪而自首 屈振惊地抹着眼泪 思索片刻后 他说 孙大陆 他跟蒙蒙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吃饭 前天刚从咱院里辞职 根据屈振提供的信息 我们来到孙大陆的住处 但这已经人去楼空 倒是在屋内发现了一些女生的化妆品 正契合罗蒙蒙的化妆习惯 这让罗蒙蒙是为孙大陆顶罪一事 更符合逻辑 但孙大陆为何杀王端 依旧是迷 寻找无果 我和陈振威只得暂时分开 寻人的事主要由陈振威去找 而我继续调查罗蒙蒙的生活轨迹 转眼五天时间过去 孙大陆没有踪影 而罗蒙蒙方向的调查也进展不顺 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异常 平淡的可怕 就在我觉得事情已经没有转机时 突然有不速之客来访 那天我刚进家门 猛然被男人用一块布捂住嘴 七味钻进鼻子 我失去挣扎的力气 很快手脚被捆绑住 丢在墙角 男人居高临下地斜着嘴角冲我微笑 不要喊 否则会死 我看了眼他手里的刀 放弃呼救的想法 紧张地问 你是谁 你们不是在找我 男人冷笑 孙大陆 我被迷要迟钝的神经重新苏醒 不可思议地望向孙大陆 他竟敢现身 而且是以这种方式 你为什么杀我老公 孙大陆 孙大陆瞥了我一眼 随后将目光落在墙上的结婚照 他突然开口 你真了解王端吗 废话 我老公 我能不知道吗 我想这样说 但又怕激怒孙大陆 等你看完这些 你就会发现 你对他一无所知 孙大陆拖住我来到书房 之后从口袋取出一块硬盘 这块硬盘 难道是王端死亡时 被带走的硬盘 只是孙大陆 为何要给我看其中的内容 思索间 电脑里开始播放一段拍摄的视频 视频里是一个房间 一个男人缓缓进入 正是王端 他熟练地从床下拽出一个老人 用铁丝捆住老人 吊在铁钩上 老人痛苦挣扎 王端冷漠地拽住铁丝 将另一端铁丝套在门把手上 这是哪里 我不可思议地盯着画面 不知为何 视频内的房间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养老院 孙大陆的话提醒了我 这房间确实是养老院 前些日子我刚去过 只是 王端怎么会残害老人 养老院经常有老人死亡 都是王端亲手杀的 孙大陆似乎看出 我不信任视频的内容 冷冷开口 你给我看合成的视频 污蔑王端 我不懂你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 我皱眉盯着孙大陆 脑海闪过王端 孝敬老人的画面 那个曾经善良的王端 怎么可能变成视频里的恶魔 孙大陆黑黑怪笑 继续看 视频继续 王端主动对上摄像头 宁笑着说 布置已经结束 可以下注了 这次赌局的规则是 赌他从三楼摔进钢筋林 是否会死亡 紧接着 王端拿着摄像头来到窗口 将画面对准窗外 楼下的地面插满尖锐的钢筋 下注时间为两分钟 王端开始一秒一秒喊着计时 时间到后 他重新摆好摄像头 将老人运到窗口的位置 老人痛哭流涕地哀求 王端视若无睹 将他对准了楼下的钢筋 那么开始了 王端大笑 走到门前 扭动门把手 脱落的铁丝发出尖笑 老人猛然下坠 从三楼掉了下去 紧接着摄像变成 大段大段的雪花 失去画面 他死有余辜 孙大陆扭过头 目光森冷 我一时间 难以从视频的冲击里清醒 虽然视频大概率是假 但倘若它是真的呢 我不敢往下继续想 眼下最重要 还是先想办法活命 想到这 我暗暗观察书房 发现书柜角落 有一块玻璃 似乎是前段时间 我喝酒时打碎瓶子 没能收拾干净的残留 就算视频是真的 可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一边顺着孙大陆的话 拖延时间 一边竭力抓住玻璃 割手上的束缚 我希望你别再追查 孙大陆缓缓开口 作为交换 我保证这件案子 最后指向罗蒙蒙 不会出现翻案 你更不会被荡成凶手 我心里不由生出一抹鄙 你算什么男人 我冷哼 罗蒙蒙替你顶罪 我还以为你是想让我救他 原来你只是想让我别查下去 免得牵连出你 你懂什么 孙大陆眼中闪过一抹痛色 对于我们来说 监狱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安全的地方 我疑惑地盯着孙大陆 很好地隐藏了 割断绳子的动作 为什么 这不关你事 你只需要想好 是否交易 孙大陆一边说 一边弯腰去拔硬盘 趁此机会 我猛然甩开绳子 爬起身朝外冲去 别跑 孙大陆咆哮着追上来 我远不如他敏捷 很快被他拽住手腕 重重砸倒在地 我没想害你 别逼我要你的命 孙大陆卡住我的喉咙 低声说 我被掐得头昏脑胀 随手胡乱摸 也不知道摸到了什么 竭力拿起 砸在孙大陆头上 孙大陆哀嚎一声 我这才看清 我砸的是个酒瓶 孙大陆捂着头上的伤惨叫 我趁机重新占加密 MMY66618 免费进在微信微信 MMY66618起 抓住桌上的手机 按快捷键 拨打了陈振威的电话 还不等电话接通 孙大陆又冲过来 用手肘狠狠将我撞倒 我看了眼手机屏幕 电话仍在拨打中 便意狠心 用力将电话丢出阳台 只能祈祷 电话坠地毁坏前 陈振威能接到信号 为什么 孙大陆双目通红地盯着我 你们将我当成狗 用一辈子也无所谓 但为什么一定要逼死我 我听不懂孙大陆的话 但能意识到他发狂了 这次他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迅速拿铁丝缠住我 将我悬空吊在置物架上 之后 他拉住铁丝的另一端 走到门前 将铁丝扭成环 套在门把手上 我惊恐地控制着玄空的身体 不敢朝下看 警察会来对不对 孙大陆怨毒地盯着我 那我们就两败俱伤 反正我即便出去也是死 你不想配合我 我就先看着你下地狱 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 我着急到 我配合行不行 王端的死我不调查了 孙大陆冷笑 现在我不会信你了 真的 你先放我下来 楼下是川流不息的车 我掉下去 必死无疑 死亡面前 我竭力维持镇定 却无法换得孙大陆的信任 他坐在沙发里 目光恶狠狠地盯着门 冷声道 赌一赌 警察会不会救下你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不久后 楼下传来警笛的呼啸声 孙大陆听到警铃后 脸上闪过异色 随后他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对电话痛苦地说道 干爹 按你说的做了 下一刻 孙大陆挂断电话 飞快用胶带缠住我的嘴 打电话找我干啥 门口响起敲门声 陈振威的声音飘进来 靠 你病了还是怎么回事 门口挂的是你家钥匙吗 不说话 我开门进来了 我不由愣住 门口何时挂了钥匙 我看向孙大陆 他没有惊讶 似乎早有预料的模样 再结合他刚打电话的说辞 难道 孙大陆早就准备了杀死我的方案 我能打电话 使他故意为之 就是为了让我死在警察的手里 敲门声更加猛烈 这时 我忽然听见 嘻嘻苏苏的细微动静 转眼望去 陈振威正站在隔壁邻居的阳台 冲我做晋升的手势 我心里一喜 孙大陆被敲门声吸引 并未关注阳台 门外的陈振威依旧在敲门 大叫 与此同时 陈振威和几名特警 从邻居家的阳台翻了过来 真磨叽 孙大陆不悦地吐槽了一句 扭过头 就在这一刹那 特警从阳台冲出 朝孙大陆扑过去 草 孙大陆咒骂了声 竟静止冲向门 扯开了铁丝 失重感 瞬间拽住我的身体 我惨叫着下坠 却又猛然顿住 往上看 我才发现 陈振威抓住铁丝 不顾一切 将铁丝缠在胳膊上 铁丝嵌进肉里 点点血珠顺着铁丝 滴到我的身上 还好你不太重 陈振威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很快 有人过来帮忙 将我从窗外重新拽了上来 而孙大陆已经被制服在地 孙大陆死死地盯着我 别再查下去 真相不是你想要的 孙大陆被捕后 硬盘内容被解密 其中共有三份文件 其一是女生呻吟的录音 根据孙大陆交代 该录音由罗蒙蒙录制 作用就是为刺激我 诱导我开门 完成杀死王端的作案手法 其二是名为 死亡赌局的网站管理账号 经过警方查证 该网站类似暗网 利用老年人的性命 进行惨无人道的赌博 例如独老年人的死亡日期 病人为操纵 管理员的身份正是王端 他以庄家的身份开设赌局 涉嫌故意杀死养老院的多名老人 以此敛财 其三是孙大陆当初播放 给我看的视频 也正是这个视频 让刚刚立功的陈振威面临调查 原因是 视频内死亡的老人 身份竟是陈振威的父亲 他涉嫌隐瞒自身情况 干扰案件调查 被涉嫌停职 所以 你当初说 有一件类似案件 是你父亲的死 我冷冷盯着陈振威 他救过我 我不该对他这个态度 但碍于他的隐瞒 我总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 是 陈振威点了根烟 只是我没想到凶手会是你丈夫 沉默 许久后 陈振威再次开口 视频真得不能再真 但孙大陆究竟是为什么要杀王端 我摇头 明天就是案件的庭审 罗蒙蒙和孙大陆都归案 如无意外 这起案件会至此结束 然而 我们都清楚 除了孙大陆和罗蒙蒙背后 还有凶手 你还想查吗 陈振威问 我陷入了犹豫 此前查是想抓出杀死王端的真凶 以及我自身的安全 但现在呢 王端和我认知中完全不同 而孙大陆告诫了我 不要追查 不想继续是对的 陈振威咬住烟 你呢 我问 陈振威没说话 陈末足足僵持了一根烟的功夫 陈振威重新点了根烟 朝外走去 如果有心发现 通知我一下 他说 不久后 审判结果定了 孙大陆犯下故意杀人罪 情节严重 判处死缓 罗蒙蒙从犯罪 包庇罪 情节严重 判八年有期徒刑 王端的案件进入结案 我忙于处理案情后的琐事 而陈振威主动辞职 消失不见 我尝试联系过几次 都没能打通电话 又一个月过去 我忽然收到一笔八位数的巨款 打款人声称 他们是国外的遗产处理机构 这笔钱是王端的财产 所有手续都由罗秘书安排 确认无误 罗秘书 我不禁愣住 在我认识的人里 姓罗只有一个 就是入狱的罗蒙蒙 抱着满腔疑惑 我来到了监狱探监 来了 身穿囚服的罗蒙蒙 依旧是风轻云淡的模样 反倒是隔着玻璃坐在她对面的我 心里乱糟糟的 我隐隐有种感觉 我又要陷入黑暗的漩涡里 上次的事先 跟你说个对不起 其实鱼哥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罗蒙蒙笑了笑 你是罗秘书 罗蒙蒙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追忆的神色 我就知道你来肯定是收到钱了 那笔钱是鱼哥的 你不必有后顾之忧 随便花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压低声音 急迫到 鱼哥叮嘱过 我带几句话 首先是他很爱你 其次 他让我和你说对不起 其实你想要孩子 始终没成功这件事 不是你们的身体 有问题 是鱼哥悄悄做小动作 不敢让你怀孕 我懵了 关于王端和我要孩子 失败这件事 他竟然也会告诉罗蒙蒙 鱼哥害怕生下孩子 要被迫面临和他一样的人生 被迫 如果有机会 谁想过刽子手的人生呢 罗蒙蒙笑着凝视我 站起身离开 真相是什么 王端为什么死 谁在逼迫王端 我忍不住爆发大声追问 离开的罗蒙蒙停下脚步 扭过头 眼神冰冷地盯着我 嫂子 爱也能杀人 别再掺和这件事 安心去过你的日子 爱也能杀人 我始终想不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 但从罗蒙蒙的态度上 我隐隐感觉 王端的死亡 和我有莫大关系 有事 终于 我重新联系上了 陈振威 一时间 我像是抓住 救命稻草般 赶紧把巨款 和罗蒙蒙的话 都是无据细地 说了一遍 听完后 陈振威 沉默片刻 明天我们见一面 四日 我在咖啡厅 见到陈振威 短短时间不见 她变化很大 胡子拉叉 嘴里咬着烟 一双眼藏在烟雾里 这些你先看 陈振威将一摞资料 摊上桌子 我越看越迷茫 孙大陆和罗蒙蒙 竟然出自同一家孤儿院 长大后 两人又考入 同一所艺术学院的 绘画专业 毕业一起进入 养老院工作 他们的人生轨迹重合 简直到了 匪夷所思的地步 就像两段 被提前设计好的代码 看看这个 陈振威从中抽出一张纸 我接过纸 猛的瞳孔地震 纸上赫然写着 罗蒙蒙和孙大陆 从小学到大学 多年的学费 都来源自一个人的捐赠 王好 我的公公 王端的父亲 我感觉脑子过载了 王好多年前退休 把养老院交给王端打理 带着婆婆移民到泰国 就连儿子死亡 他都没有回来 这真是巧合吗 我想了下 决定联系王好 我做了四十年慈善 哪能一个个名字都记得 王好感慨到 小年走了 这事就交给警察 你在国内住 我们也放心不下 早点来泰国和我们住 我暂时还不想 不等我话说完 对面突然传来 婆婆怨恨的声音 我早就说过 不允许他们在一起 如果不是他 小年就不会死 变化那头 公公婆婆产生争吵 我默默挂断 婆婆之所以对我有这样的偏见 源于当年移民时 王端是为了我才留在国内 他们让你去泰国 我震惊地盯着陈振威 问 你怎么知道 我刚从那边回来 陈振威重新从怀里 拿出一个档案袋 看看这个吧 档案袋内是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拍摄了死亡赌局网站的图片 发布者 王豪 赌局内容 王端死于坠楼 凶手 张秋 押注最高的账号是一串数字 正对应我收到巨款的银行卡账号 第二张照片 是王豪与某个西装革履的人 坐在一起喝茶 看角度 明显是偷拍 我疑惑地望向陈振威 陈振威指着照片内西装革履的人说道 身居高位 是王豪害死了王端 是 陈振威回答得很果断 王端的死也被当成赌局 赌你会不会开门杀死他 这件事由孙大陆负责 罗蒙蒙辅助 他们三个人在以往的赌局本就是同伴 所以这件事我估计王端也清楚 否则他不会安排罗蒙蒙趁机会赚一笔 我看着赌局的照片陷入沉思 这个死亡赌局的网站曾经的庄家是王豪 当他的儿子长大后 接过了庄家的身份 王豪被喊到了泰国 所谓的庄家其实只是高位者们的傀儡 作为白手套替他们敛财 我脑海闪过罗蒙蒙说的被迫 根据我掌握的情报 王端的死是因为王端不想继续担任庄家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 所以他被上位者们下令清除了 至于王端拒绝继续当庄家的原因还不清楚 爱也能杀人 我难难道 什么 我揉着发烫的眼睛 沉声道 因为他怕我们将来有孩子会被迫成为下一个庄家 我忽然理解了罗蒙蒙和婆婆的话 王端的死由我造成 正如当年 他为了我不愿意去泰国 这次他也是为了我不想再继续做庄家 而这也导致了他的死亡 陈振威狠狠作了口烟 所以你婆婆说的没错 他真把王端的死归咎在你的头上 另一方面你之前的调查已经知道了赌局的事 去了泰国 你大概率会就此人间蒸发 那你呢 我得弄个水落石出 我深呼了口气 他们对我动了杀心 所以呢 不如掀下手围墙 陈振威露出惊讶的表情 恰好在此时 我的手机铃响了 是王好的电话 刘刘考虑好了吗 王好的声音慈祥带着迫切的关怀 你在国内我们也放心不下 来泰国和我们一起住 好的 爸 我最近就过去 电话的另一端响起愉快的笑声 笑的深处阴险 狡诈 我默默咬紧牙关 握住拳头 脑海不断回想着那句话 爱也能杀人